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压力大 得找一个人倾诉 他不能不管不顾 我信了 可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我的生日 约会 佳燕 他一次又一次地丢下我 说有事 最后我都是在张志珊的朋友圈里找到他的 这次也毫不例外 张志珊新发了一条朋友圈 是梁真怡和他穿的同款T恤 背靠背相依着比大拇指的照片 配闻彼此最重要的人 全世界最好的哥们 下面还有梁真怡的点赞 往常我看到这一幕心灰就成一团 反思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够好 然而现在 我只是淡然地暗灭了手机 内心毫无波动 十点左右 店员推门进来问我要不要上菜 他们十一点就要打烊了 我才恍惚过来 原来已经这么久了 可我的内心没有多少痛苦的情绪 可能我只是习惯了等待梁真怡 我让服务员安排上菜 从前被爽约 我内心总是闷着一口气 饭都吃不好 今天才发现 原来一个人也是那么有滋有味 订纪念日餐厅那天 我做了好久的攻略 最后又托朋友 才订到了情侣包厢 我约她的时候 她正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甜甜地说 好呀 现在想来 她当时压根就没看我 那句话其实也不是想对我说的 我一个人慢悠悠地吃完精致的餐点 走出餐厅 服务员抱起我买的花 问我要不要带走 我说 扔掉吧 我沿着江边散步 回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 我和梁真怡第一次认识 是在我工作两年后 回母校分享就业经验时 那时候 她还是刚毕业的小女生 睁着亮晶晶的眼睛 坐在第一排听我的分享 活动结束后 她捧着简历来问我 学长 我最近挂断了好几个面试 你能不能帮我指导一下 我帮她修改了一下简历 也指导了一些面试技巧 后来她加了我微信 说找到了工作后 找我吃饭 她很热情 加了微信之后就一直找我聊天 分享日常中的小事 后来的我们逐渐热络 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 谈恋爱两年后 我们步入了婚姻 刚开始的几年 我们相处得很融洽 像所有热恋中的小情侣一样 后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味的呢 我也记不太清了 其实这几年里 一直有些磕磕绊绊的争吵 只是曾经的我选择了忽视 梁真一毕业后 还是没有找到工作 我找到了自己的猎头朋友 成功帮她入职了 符合她专业的公司 但很快 她就不乐意她这份工作了 她说她的男闺蜜 和她讲 最好还是要提升学历 别那么快步入职场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张志珊 她一出现 梁真一毕然和我出现分歧 她听了张志珊的话 放弃了那份工作 开始备战考研 我无条件支持她 为她提供物质和精神条件 后来她考研没考上 我怕她不开心 特意请了年假 陪她出去散散心 开导她说 人生不止一条路 她却开始对我发脾气 说如果我支持她 就应该好好工作 升职加薪 做好后方支援工作 而不是只会讲毒鸡汤 她把我当出气筒 而我只是默默承受 我理解她的心境 自然能容忍她的脾气 也许是那天 我在台上演讲时 她在台下望向我的目光 太过热烈 足够我铭记好多年 所以我能无条件 包容梁真一的一切 包括张志珊 张志珊说要提升学历 梁真一立刻跑去考研 考研考不上 张志珊跟她说 那可以先工作两年 过渡一下 给她推荐了一家公司 恰好就是 我拜托朋友 让她进的那家公司 但是对方这时候 已经不接受她重新入职了 张志珊说人 不要那么早步入婚姻 她开始质疑 和我结婚的合理性 我跟她说 我们才是一家人 她说张志珊 是她高中就认识的好哥们 他们早就是一家人了 他们约着喝酒 约着同学聚会 梁真一每次放我鸽子 都是在和张志珊一群人 谈笑风生 我吃醋过 甚至为此和她争执过 可每次都是我败下阵来 她说她和张志珊 是纯纯的兄弟情 让我不要多想 她一个吻过来 我的房线就全面溃退 这几年 我一直催眠自己 梁真一是爱我的 可是爱是要双向奔赴的 这么久了 梦也该醒了 我回到家 收拾了一下 倒头就睡 大约是凌晨一点 我迷迷糊糊 听见门铃响了 从前不管是下班多晚 我都会等梁真一 明明她知道密码 可只要她一按门铃 我就会立马冲过去开门 但是现在我躺在床上 门铃响了两遍 我没理会 过了一阵 她才按密码开了门 门口出现脚步声 渐渐靠近卧室 最后停在床边 我感受到她的视线 落在我身上 月光透进来 我们两人都没说话 那道热烈的目光 停留了许久 久到 我都快要再次睡过去了 她才出生 十里 我没应 之前我每次等她到深夜 她看见我都爱答不理的 现在我睡觉了 她却主动来喊我 难道在她眼里 我就活该要清醒地 看着她丢下我去找张志珊 然后一个人内耗 失落 再等回一个连解释 都不说一句的她 我的情绪如无人知晓的火山爆发 独自崩溃 岩浆四溅 最后再慢慢熄灭 暗淡 一切再回归平静 现在想想 我也看开了 放下了 为一个不在乎你的人 西斯里底实在太过愚蠢 我有我自己的人生要过 没必要为一个 不爱自己的人做见自己 梁珍怡站了许久 我才听到卫生间 响起稀稀利利的水声 我慢悠悠睡了过去 黑暗间 我感觉有一双手 慢慢伸了过来 我没管 只介意叫到天明 第二天一早 我起床上班 却被一双手 拉回了被窝了 隔着被子 梁珍怡双眼朦胧地看着我 肩头的吊带滑落 你陪陪我好不好 他撒娇似的 往我手里蹭了一下 我有多久没有 见过这样的他了 这一图在明显不过 我心里颤了一下 然后慢慢抽开手 语气平静 公司那边有点急事 我要上班了 梁珍怡疏忽睦开眼 定定地盯着我 你再生我的气 我摇头 淡淡地别开眼 拉开柜门找我的衣服 昨天的事 我和你道歉 但我和他只是朋友 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嗯 我知道我打断他 我先上班了 等一下 梁珍怡从床上跳下来 蹬蹬蹬地跑向客厅 拿出来一个盒子 给你的 周年礼物 他献宝式地打开 举到我面前 我瞥了一眼 是一件男士衬衫 谢谢 我接过盒子 放到一边 你的礼物在床头的抽屉里 我先去上班了 梁珍怡的表情刺痛了一下 可能是没想到我 正不上心吧 连礼物都不亲自送到他手上 可他从前不都是毫无在意的吗 接到礼物 也是淡淡的一声谢谢 我在热络 又有什么用呢 今晚我有时间 我们补过一下今年日吧 梁珍怡直直地看着我 他在等我的反应 今晚我要加班 算了吧 我整理好着装就走 梁珍怡的脸色瞬间变得冰冷 你要加班的话 今晚睡书房去 我没说话 继续往外走 不是不知道他什么心思 他在给我们彼此找台阶下 但我不想迎合了 他生气了 我和他就这么开启了冷战 往常都是他主动开启冷暴力 我每次都是先示弱的那一个 而现在 我不肯低头了 不用在意梁珍怡的感受 我居然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轻松 我一个人睡在书房 不再等待晚归的梁珍怡 一个人睡得更香 早睡早起 几天下来 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 早上 我也不用早起给他做早餐 把这段时间用来晨练 每天沉溺在运动带来的多巴胺里 感觉自己更快乐了 上班时间 我也不用时时刻刻 注意着他的动态 不用随时担心自己 没能秒回 一天下来 工作效率高了不少 没到下班时间 工作就完成了 而下班时间 我也不用急着回家给他做饭 以前觉得外卖不卫生 我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但很多时候 都是我做好了一桌子菜 等他回来菜都凉了 我现在不再等梁珍怡 可以耐心品尝自己做的菜 有空就去探索附近的美食店 不再围着梁珍怡转 我的时间空出来一大把 感觉整个人都自由了 我约了好久没见面的兄弟 一起出来祖局 说说笑笑间 像是重新找回了 从前意气风发的自己 结婚后 我一直围着家庭转 忽略了自己的社交 可明明没结婚前 我也曾是深夜在山间飙车 在夜里看海 工作累了 随时拉上三五毫 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人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随时随地围着梁珍怡转 能不花钱就不花钱 把钱都攒起来做家庭基金的人 从前觉得让梁珍怡过得好 就是我的人生追求 现在想想真是愚蠢 感情上一味付出 换来对方的可有可无 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朋友带我去了很多饭局 我望着那些熟悉而又生疏的面孔 内心突然有点恍惚 谢总好久不见啊 这几年都在哪里发财啊 推杯换盏 我才恍然想起 从前我也是饭局上谈笑自如的人 谈下过许多生意 毕业一年就给自己挣到了一线城市的房河车 而我那些朋友通过我的引荐 逐渐也走上了创业致富的道路 这些年发展得越来越好 可我结婚后 为了给梁珍怡稳定的生活 听从她的劝说进了一家国企 工资不高不低 只能家庭提供一个保障 温水煮青蛙 我慢慢成了一个成天围着梁珍怡转的人 专心致志打理好她的生活 却忽略了自己发展 饭局上有个人曾经是我的合作伙伴 是一个很有雄心的富二代 三年前她回国创业 结果把家产给败光了 还欠了一屁股债 关键时刻 她当初的合作伙伴全都避之不及 而我和合伙人评估之后 觉得她有成功的实力 决定冒险和她合作一次 她凭借那次合作 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战 几年间发展得越来越好 公司甚至超过了 她父亲打理手的规模 这次饭局她也在 一见到我就两眼放光 非要拉着我一起寒暄 饭后 她跟我说自己有一个项目 问我要不要一起干 一连好几天 我都没怎么回家 白天在公司上班 晚上去见合伙人 一起去考察富二代说的那个项目 她饭局上的那番话触动了我 人生又不是只有爱情 年纪轻轻的 何必要葬送在婚姻里呢 对啊 我何苦要把人生 浪费在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身上呢 我天天连轴转 每天累得眼都睁不开 回到家里 也很少见到梁真怡的身影 她一直是个不着家的人 我打开张志山的朋友圈 果不其然又看到他们 在同一场饭局上的照片 不过我的内心 再也没有一丝波动了 我放下手机 继续投入工作中 我在办公室加班 久违地接到了梁真怡的电话 她破天荒地提出来要接我一起下班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不过我也没有兴趣 继续深究了 她现在内心在想什么 又与我何干呢 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 梁真怡正站在公司门口等我 见我出现 立马扬起笑脸 我朝她点点头 梁真怡走向驾驶座 我跟在她旁边走向副驾驶 刚要拉开车门 车窗忽然摇下来 副驾驶上的张志山看向我 皮笑肉不笑 我顿了一下 对此我已经见怪不怪 我忽略了张志山的招呼 物质走向后排 一路上 他们两人从家常里短聊到 他们高中时候的争容岁月 你还记得吗 那时候班上一直在传 我们俩在一起了 差点还被请家长 说到这 两人还一起哈哈大笑 那也不是捕风捉影啊 高中毕业后 我还想追你来着 但是我要出国了 又不敢耽误你 张志山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完 挑衅似的瞥了我一眼 车内一下安静了 我感觉有两道 似有似无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真奇怪 他们怎么不说话了 我懒得理会 只专注地看着手里的报告 经过几天的考察 富二代说的那个项目 是没啥问题的 他缺人 我缺钱 两人合作 是最好的共赢模式 如果这个项目成功 我最少能挣到 一笔下个项目的启动资金 我沉醉在工作里 连前面的两个人 什么时候停止了聊天 都没注意到 你们公司太垃圾了呀 这么晚还要干活 看你干得这么累 要不来我公司干吧 至少我们公司 不会加班到这个点 梁真怡没说话 我头都没抬 谢谢啊 不过不用了 车里又是一阵诡异的沉默 不过很快 前面两人又继续聊天 我看完了报告 才发现自己的眼皮 困得要打架 不知不觉就睡过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在小区车道旁的车里 醒了过来 张志山早没了踪影 只有梁真怡还坐在主驾驶 沉默不语 似乎在等我醒来 最近工多很忙吗 她看向刚睡醒的我 还行 我拉开车门走下去 其实 今天我是准备来接你的 碰巧遇到了张志山 她刚应酬喝了酒 不太适合开车 梁真怡见我下车 也推开车门跟了过来 她说完后就看着我 我愣了一下 脑袋忽然清醒过来 她这是在和我解释 这是挺稀奇的 往常我吵着问她 为什么老和张志山一起玩 她总是用一句朋友局来读我 多解释一句都不肯 现在我不问 她倒是主动说了 果然人还是不能上赶着 不过这些我现在也无所谓了 我内心毫无波动 反而觉得后座也挺好 方便我睡觉 梁真怡似乎还想说什么 然而我太困了 一回到家 就进了客卧卫生间 洗完澡后直接睡觉了 第二天晚上下班 梁真怡居然等在我公司楼下 这次车里倒是没有张志山了 我拉开后座的车门坐了进去 梁真怡看着我的动作顿了一下 脸上的表情欲言又止 不过她还是什么都没说 我坐在后座 拿起报告继续看 还真别说 坐后座还挺舒服的 空间宽敞 累了还可以睡觉 我忽然又想起了 从前做项目时 出行都是司机接送 后来结婚 跳槽 我成了梁真怡的专职司机 但是她当司机的时候 副驾驶却不是我 现在想想 我何必去在意一个副驾驶呢 有人当司机不像吗 今天有个高中好朋友搬家 邀请我们去他家庆祝一下 你跟我一起吧 想都不要想 张志山肯定也在 他们的高中同学全都是共有 直到现在 他们一群人还是玩在一起 常常一起出去聚会 最近张志山生意失败 心情不好 频繁约他们一起组局 每次看到梁真怡安慰张志山 我都气得上火 我和梁真怡争执过 吵闹过 总是以我道歉的形式草草收场 后来我就再也不去 他们的聚会了 眼不见心不凡 你们玩吧 我不去了 我最近忙着项目 对他们的聚餐 实在不感兴趣 一起吧 就吃顿饭 用不了多久的 梁真怡一脚油门 就到了目的地 刚按响门铃 就有一个高大的身影 从里面冲了出来 搂住站在门口的梁真怡 不是说今天下班一起过来吗 怎么不等我 张志山低头看着 被搂住肩膀的梁真怡 两人之间的距离很近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俩才是情侣 哎 你们感情还是像以前一样 真好啊 里面有人出来打招呼 见到我愣了一下 还是客气地邀请我们进去了 一群人落座 原本我和梁真怡坐在一起 另一边坐着另一位朋友 张志山直接调换了位置 坦然地坐到了梁真怡的旁边 这边风水好 我要坐这里 张志山一把拉起了一个朋友 对方一脸业余 到底是人好还是风水好啊 那人说话还故意拉长尾音 在座的人都心领神会的哈哈大笑 现场气氛热络 好几个看好戏的眼神 在我身上来回打量 我微微一笑 当然 大家几年的老同学了 坐近一点叙叙旧 也是很正常的 话语一出 众人的笑容都有点收敛了 我这句话 明摆着理解他们两人的同窗情谊 老友许久未见坐近一点寒暄 是很正常的 但是在场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并不是许久未见 而是最近几乎天天待在一起 有夫之父和一个刚失恋的好兄弟 天天待在一起 那就有点不正常了 有人咳嗽了一声 岔开了这个话题 张志山确实毫不收敛 时不时给梁真怡加菜 一会说这块肉好吃给他加 一会说这鱼刺多帮他挑 一会说这青菜是他刚从别墅的后花园薅下来的 十分新鲜 让他多吃点 梁真怡一一回应 但却没那么坦然了 每次和张志山互动 他都会下意识看我的反应 但我神色如常 只安静吃饭 张志山察觉到了梁真怡不太专心 加菜加得更勤了 梁真怡的表情愈发变得不自然 桌上有人察觉到了 这奇怪的暗流涌动 讲冷消化想活跃一下气氛 谁知道没人理他 张志山因为梁真怡奇怪的反应 似乎有点生气 拼命往他碗里加菜 梁真怡忙着撇 我又忙着接菜 其他人察觉到了 张志山和梁真怡两人的奇怪 埋头干饭不说话 气氛变得更加尴尬了 一顿饭就在这种诡异气氛下收场 饭后回家 是我开的车 梁真怡坐在副驾驶 不发一言 第二天 我刚收拾好准备出门 却被梁真怡拉住 等我一下 我送你上班 他从衣柜了翻出一条衣服 直接化了起来 我撇开眼去 让他别着急 慢慢来 咱们公司不顺路 不用送我 车流给你开 我先走了 还是我送你吧 他坚持要和我一起 但是我的电话已经打了进来 我那个富二代朋友 已经等在楼下了 我上了朋友的车 一起去见客户 梁真怡下午不上班 约了朋友逛街 我刚谈着生意 手机里忽然有消息进来 是梁真怡发来的对镜自拍 问我身上的这条裙子好不好看 我没回 放下手机继续聊生意 手机时不时弹出来消息 后来我直接开了免打扰 送走客户后 我才发现手机十几条 来自梁真怡的未读信息 我盯着他发来的衣服 食物 内心毫无波动 从前他从不跟我分享他的日常 而我分享给他的日常 他却从来不回 我问他看到了吗 他说看到了 我问他为什么不回 他说没啥意思 不知道该回啥 后来在我的强烈要求下 他终于会回我了 每次我给他分享一些喜欢的东西 他心情好也就是给我扣个一 我逐渐丧失了分享欲 现在变成他主动了 可我却对他的日常不感兴趣了 客户很满意我们的方案 直接敲定了合同 我变得更加忙碌 辞去原来枯燥的工作 专心致志地投入到项目中 早起晚归变常态 从前都是我晚上下班回来 做好饭等梁真怡 现在角色却对调了 我每次回家 都能看到梁真怡在家等着我 他开始对我上心 还学着为我做饭 我其实已经在饭局上吃过了 但还是尝了几口 味道不是很好 一尝就知道严放多了 他眨巴着亮晶晶的眼神望着我 问我味道怎么样 我看着他手上的窗壳贴 让他不用忙着为我做饭了 察觉到我的视线 他把手藏到身后 脸上扬起一抹笑 没事的 今天只是不小心 我今后注意 菜也能做得越来越好吃的 你以后下班早点回来好不好 叫我做菜 若是往常 我看到梁真怡为我做菜 不小心伤到了手 我一定会很心疼 好笑的是 这种情况在以前从来不会发生 而现在这件事真切地发生了 我心里却只觉得没必要 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最近的工作 说我最近会很忙 回家也比较晚 让他不用顾及我 饭点不想点外卖的话 就直接去爸妈家吃 洗完澡出来回到书房 我却发现我的被子枕头都不见了 我说完这一番话就进了浴室 没理会他眼底一闪而过的失望 我灵光一闪 回到卧室 果然看见我的床上用品都被搬回来了 你回来房间睡吧 书房的床太小了 睡着不舒服梁真怡穿着睡衣 靠在卧室卫生间的门口 目光灼灼地望着我 眼神里是说不清到不明的情绪 我心里叹了口气 静止走向床边 抱起我的被子枕头 我待会还有工作 在这里会影响你 我继续睡书房吧 我转身就走 刻意忽略了转身的一瞬间 他眼底闪过的惊诧与失落 我停在了卧室门口 谁都没说话 我叹了口气 转过身 真怡 我们找个时间 好好聊聊吧 不聊 我最近没空梁真怡眼中泛红 她跑回床上 一把用被子蒙住头 带着点鼻音的声音 从被子里传来 似乎在逃避什么 你爱去书房 睡就去睡 我困了要睡觉 你把灯给我关了 我望着被子里 那鼓鼓囊囊的一坨 停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关灯走出了房间 关上灯的一瞬间 我听到轻微的一声唾气 从被窝里面传来 但我没留下 叹了一口气 轻轻关上房门 结婚几年来 梁真怡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掉过眼泪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会无条件地包容她 不让她受一点委屈 哪怕是关于张志山的事 每次争执 也都是我先示弱 可是现在 明明知道她在难过地哭泣 但我却不想靠近了 我忽然意识到 爱是会消逝的 积攒了太多的失望 再多的爱也会消磨殆尽 我想起那年我们初见 她坐在台下 眼里只装得下我一个人 而我那时候往台下看去 也只精准地定位到了 那个青春洋溢的笑脸 一见钟情 一眼万年 我以为我们会携手一辈子 可是心随斗转 物是人非 积攒的失望太多了 缺席的结婚纪念日 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曾经质疑过 为什么她和张志山感情那么深 却没有成为夫妻 为什么和我结婚之后 反而他们却更似夫妻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 最后没有成为丈夫的铁哥们 成了她的白月光 最后和她在一起的大学学长 成为了那抹文字鞋 得不到的 永远是最好的 我在这段感情里拼命迁就 为了她失去自我 也编不成她心头的朱砂痣 反而抛下她出国去追求自我人生 没有和她结婚的张志山 因为得不到 所以成了她心头的白月光 既然这段婚姻 对彼此来说都不幸福 那就别让她困住两个人 梁真怡一直在躲避我 不想和我一起 坐下来认真地谈一谈 我们之间 似乎又进入了冷战状态 各自忙碌各自的生活 像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合作室友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 有天我妈妈从老家来看我 我的项目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我抽出一天时间 陪着妈妈到处玩 我妈看着我的脸色 小心翼翼地问我 和梁真怡最近是不是吵架了 她劝我说婚姻要包容 有什么事说开就好了 我在心里苦笑 问题是 现在我们说不开 我们两个人连坐下来 好好谈一次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你选择的婚姻啊 妈妈不希望你不幸福 妈妈看着我的眼睛 我才恍惚想起 其实这段婚姻 是我一腔孤勇求赖的 我爸妈一直跟我说 婚姻要门当户对 但我却执意选择了 家庭条件不太好的梁真怡 我爸妈看我坚持 后来也就不再阻止 接受我们两人结婚 但是梁真怡心里一直有芥蒂 觉得我父母看不起她 因此对我的父母很冷淡 逢年过节 或者家族聚会都没有回去 我妈跟我说这些要慢慢来 等梁真怡愿意释怀的那一天 毕竟要和她过一辈子的人是我 而不是我爸妈 可惜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 这段婚姻最终还是要以失败告终 我还是没能等来梁真怡 接受自己 接受我爸妈的那天 我妈没待两天就离开了 临走前特意叮嘱我要把矛盾说开 送走我妈的那天 梁真怡突然发现了 我妈曾来过 跑来问我 为什么这么大的事 不跟她说一下 妈妈她好不容易来一次 我人都没见到 就这么回去了 梁真怡看起来很生气 我对她却是越来越费解了 不愿意接受我父母的人是她 逢年过节和家宴 都缺席的人是她 以前我爸妈从老家来看我 她还会特意出门躲避 直到我爸妈离开才回家 然而现在 她却因为没有好好招待 我妈而后悔 梁真怡最近变得越来越奇怪了 她开始策划家庭旅行 说等我这段工作结束 一家人一起出去旅旅游 女孩 她还精心布置了家里 计划打造一个儿童房 问我喜欢男孩 还是我的项目工作进入尾声 每天忙得焦头烂额 生活重心几乎全铺在了工作上 几乎没有时间再去关注她 我重新找回了从前那种 在职场上如鱼得水的感觉 这种运筹帷幄的感觉让我着迷 越来越多的合作商 开始找到我寻求合作 富二代朋友借助我拉拢了更多的人脉 公司的订单蹭蹭蹭地往上涨 她直言我是她的贵人 要拉我当股东 继续扩大产业规模 我每天一睁眼 就是出门谈合作跟项目 以及看着银行卡的数字 蹭蹭蹭地往上涨 这是我在公司上班近十年才能存到的钱 如今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我就挣到了 而且借助这次机会发展了许多人脉 以后挣到的数字会更加可观 人生有无限可能 我终于体会到了 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抛弃这一切 根本就是不值得 项目终于结束 我有机会喘了一口气 打算趁着这个机会 和梁真怡好好谈谈 我约了梁真怡 她很快就同意了 原定的晚上八点的时间 到了八点半 梁真怡怡却迟迟未出现 我苦笑一声 或许这就是她的选择 我依旧无法改变 我打开张志山的朋友圈 打算看看他们的位置 直接过去找他们把事情 谈谈说清楚 然而这次 朋友圈里没有定位 只有张志山一条破房的朋友圈 某人我劝你善良 我们十年的友谊 真正就因为你要跟我绝交 你这种小肚鸡肠的男人 思想肮脏 才会看什么都是脏的 下面还有一堆她的破房语录 我又仔细看了下 她这是在说我 梁真怡和她绝交了 还在疑惑间 服务员忽然走进来 引着我往天台走去 一路上 玫瑰 气球铺地 我看着这些装束 眉头逐渐皱起来 走到了天台 那里出现了一个 爱心性的圆湖拱门 拱门之下 有一道熟悉的背影 这些装束我在熟悉不过 以前这经常是我的手笔 求婚 周年纪念日 情人节我都会变着花样 给梁真怡制造惊喜 然而现在 变成了我站在这里接受这些 谢云里 台上的梁真怡 慢慢走向我 眼神带着期待 上次的三周年纪念日 我们没有一起过 下个周年 下下个周年 下下下个周年 以后的每个周年 你都陪我一起过好不好 我望着梁真怡 慢慢靠近 最终站到了我的面前 她抬头望着我 像是在期待我的答复 我的心慢慢沉了下去 梁真怡 我的语气带着点难过 却足够坚定 我们离婚吧 梁真怡脸上浮现出 恶然的神情 一脸的不可置信 为什么 我苦笑一声 你自己知道的 不 我不要离婚 梁真怡 挖的一声哭出来 紧紧抓住我的手臂 我之前只是不懂 没意识到你对我的爱 我只是觉得 无论怎么样 你都不会离开 我已经和她绝交了 你不要抛弃我好不好 梁真怡哭得梨花带雨 我内心却毫无波澜 酒店安排的气氛组 本来还准备起哄 眼下全都拾去的离开了 你还不明白吗 梁真怡 我扯开了她握住的衣袖 慢慢退后 我们现在之间的问题 已经不是张志珊来了 而是我对你没感情了 我对你的爱 已经在这几年里 被消磨殆尽了 没爱的婚姻 是不可能维持下去 梁真怡 你不是爱我 你只是因为没得到 因为我现在不爱你了 所以你才想挽回我 等到我们重新在一起 你还是会像从前那样 不珍惜我 梁真怡拼命摇头 想要否认我的话 可我没有给她否认的机会 严禁于此 我转身就走 再多的争辩也没有意义 迟来的深情 本就比草剑 梁真怡哭喊着 紧紧钻住我的衣袖 别走 云里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 好不好 她最后的语调里 带着哀求 可是到如今 已经没有用了 我平静地掰开她的手指 走向门口的商务车 富二代朋友 就坐在驾驶座上 我还有个项目等着谈呢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订阅